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她妈妈就把我约出来 我就奇怪她妈妈怎么会把我约出来 因为我平常就跟她关系不怎么好 当然我们在一个包厢里 她妈妈拿出两样东西 她妈妈让我和珊珊分手 然后就可以拿走20万 我没有办法 我只能选择离开 我不可能拿钱来侮辱自己 所以我觉得离开 当时离开是最好的办法 她不是说过了几天之后 你又拿来那20万 没有 我一毛钱都没拿过 先掌声鼓励一下 我就知道你不问你 好哥们啊 好爷们儿 第二 主要目的也是为了珊珊 想来帮助她 从过去的阴影里面走出来吧 她的阴影就是你嘛 所以我想让她放弃过去 我最后再问你一个最重关键的问题 这一年 你有女朋友 我确实交个女朋友 有多久了 我们认识半年后在一起 我不相信 你肯定是怕我妈妈再阻止我们 我妈妈今天来了 我跟你一起去说 她肯定会同意了 她不会再阻止了 我跟你一起去说 你妈妈说在第二现场有话要说 而且特别激动 告诉我们编导 来我们看看你妈妈有什么话要说 来 珊珊 她不可能有女朋友的 我刚才在一起两年了 我不知道吧 我也不信 但是话说来 让她把女朋友带出来 让你也死心 省得让你这一年多周当中 你这么折磨自己 你为她死了几次 她知道吗 她在报复谁呢 报复咱们娘俩呢 对不对 苏大姐 她为什么要报复你啊 她认为我给她二十万块钱 她拿到我钱了 所以说我现在 我现在要问的就是这个问题 刚才王凌川说的是事实吗 她是不是跟你嘴里面所说的 拿了那二十万 她拿了没拿 你说事实 你说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你说是不是事实 我是被我的女儿做的 你先说 她说的是不是事实 她说的是事实 我是让她离开我的女儿 我不想让她跟我的女儿 在她一起了 我不喜欢她们俩在一起 你不喜欢她们在一起 你没有资格拿钱去羞辱她 也没有资格在这指责她是个坏男人 是你让她和女儿分的手 她可以谈女朋友 她并没有说有过婚姻 也有过任何所谓其他的承诺 恰恰是你造成了今天的局面 是 但是话说来 她刚走了一年就交了女朋友了 她心里根本没有我女儿 她有我女儿 她不这么做 我女儿为了她可以 可以献自己 牺牲自己的生命 可以不谈男朋友 她做到了吗 她没有做到 那我就奇怪 你是要她们在一起 还是不要她们在一起呢 你说话有点太不公平了 人家离开了你女儿 被你逼走了 人家还不能再早了 你女儿在分手之后特别脆弱 自己开名气 要自杀要颓废 往往是你教育的结果呀 是受你的影响啊 既然她说她交了女朋友了 没关系 让她把女朋友带上来 让你也死心 好了妈 你别说了 好吧 大姐啊 我就不明白了 为什么事情都是你说 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你要让她女朋友出来就出来呢 跟人家有什么关系呢 我虽然非常理解你的心情 但是请你稍微安抚一下 好吧 林川 我不相信你会有女朋友 如果你真的有 你带出来让我看看 这个问题呢 交给你自己选 好不好 他今天的确是给我一起来的 但是我并不一定建议你带她上来 或者你去问一下她 她愿不愿意上来 你遵求一下她的意见 好吗 来 你下去商量一下 我不相信 我们在一起两年了 我不相信她一年就忘了 我们之间的感情 物是人非 有的时候是可能的 你好 请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是林川女朋友 我叫刘旭 今天来到这里呢 因为我觉得 山山是一个好姑娘 我希望 他们能放下 放下以前的事情 这样对大家以后都好 别说了 你就是为了我们家钱才来的 是不是 我为你们家钱 你才离他山来一年多 你就交了女朋友了 你心里有什么山山吗 我为你们家钱 我当初就拿了那二十万 这一年当中 他过的什么日子呀 你知道吗 啊 有你怎么做的吗 妈你别说了 你自己看 妈你别说了 你拿 你拿了够了没 你自己看了今天这个局面 是不是你造成了 不是林川会有女朋友吗 不是 我跟林川都分开吗 你怎么说为我好 你能不能放手 让我自己去寻找我的幸福 女儿啊 妈就是为了你好才这么做的 不是为你好我能这么做吗 你怎么说为我好 为我好 我告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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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说一个林川 两个林川 我都不可能让他跟你在一起 你放心好了 我不可能让你在一起的 别说了 现在是林川不愿意跟他在一起 您搞错了 您一把年纪 我们非常尊重 您是个长辈 所以我们一直在这儿 保持一种尊重的心态 不跟您争执 但并不代表 您可以为所欲为 我现在只让山山离开的就好了 他竟然有了女人了 我们山山离开的 可以吗 我告诉你 大姐 之所以跟女儿促成这样 有一点 永远没有学会尊重人 不尊重林川 拿钱去羞辱他 更不尊重你的女儿 让他不能够自由地选择生活 所以您还是先下去 您让您的女儿 自己来选择自己的生活 您尊重一下他 可不可以 他已经成年了吧 好吧 好的 谢谢啊 是这样的啊 山山毕竟等了你一年多 在这整整一年多的时间里 无论是如何的颓废自己 和折磨自己 他始终是有一肚子话要宣泄 我觉得 你不管是作为一个男人 一个朋友 或者他的前男友 你都应该听他说一说 你可以让他把这一年的话 跟王林川说一说吗 可以 可以吗 你还需要接受山山的倾诉吗 可以 好 那你跟我到一边来 来 山山请站到你的位置 王林川请站到你的位置 接下来是 山山的告白时间 林川 我们已经分开了一年 三个月离十五天 我每天都在想你 你知道当我妈 跟我说你拿了我们家钱 就走的时候 我当时有多难过呢 因为我知道你不是这样的人 不管我身边的朋友 还有我妈怎么说我都不信 我只信你 今天我也知道真相了 没想到我妈给你 带来这么大的伤害 我听我妈跟你说 对不起 没关系 杉杉 过去的事就让他过去吧 我来这里也就希望你能够振作 放下过去 你一定可以找到一个更幸福的人 是我配不上你 林川 和你在一起的时候 我每天都很开心 我每天都很幸福 我们一起逛公园 一起吃路面摊 一起要小宠物 我生病了 你会照顾我 我不开心了 你会跟我讲笑话 就连我跟父母吵架 你也会站在我这边 你不像其他的男生 是有目的地跟我在一起 这一年 我经常去我们曾经去过的地方 去做我们曾经做过的事情 我只希望在哪能够遇见你 我只想告诉你 我曾经爱过你 对不起 杉杉 可能我们真的没有缘分吧 谢谢你听我说这么多 这一年来 我不会抽烟的 我学会抽烟了 我不会喝酒的人 我学会喝酒了 我想你想的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我都想过一首两支 但是我从来没有放弃过找你 一直以来 原来只是我像个傻子一样 在找你 没想到你这么恨就有了新的开始 我以为 我以为 我以为我在你心中 跟你在我心中一样重要 你只是我以为而已 看得出来你女朋友很爱你 所以 我放手 祝你幸福 会不会 会不会 吗 rive 好烈烈 这风红